因为你对这件事情的不理解 让你产生了无名 无名会产生妄想 我不明白 凭什么他比我好 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这么烂 是不是还要对他好 那你知道他前世的功利吗 你知道他前世从什么地方来的吗 他有他的福报 只是福报用完了 他就没了 所以不要去用自己的无名 去造成自己的幻想 所以众生着 就是这个社会上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众生 因为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灵魂 已经受到了污染 所以众生都受到了很多的污染 所以为什么并不是大家都说好的事情 就一定是好的 因为大家在这个人道里面 都受到了污染 很脏 接下来 接下来就跟大家讲 第五个命着 就是生命的污着 你们想想看 心中充满着 邪思邪念 把别人都看扁了 做人自己做得像鬼一样 偷偷摸摸 动小脑筋 陷害别人 不讲真话 非正命 不是你正的命 非正命 你的命不正 你就会着 污着呀 你说一个人命不好 他是不是命就比较拙了 拙门就是污着呀 所以很多人越自己的命不好 越要想办法去伤害别人 去用自己的利益去得到更多 所以不是正命而生 而且没有用正命来活 他就达不到八正道的正命 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八正道 以后你们要是喜欢听 师父再跟你们讲八正道 因为这个正道 你好好的去做 你出来就是正命 正命的人 就是离邪命而去 很多人邪命 那就是把别人往不好的地方想 做事情总是做 对自己有益的事情 对别人有益的事情 他不做 自私自利 用现代话讲 就是不能顺自己的本性的自然 因为本性都是善良的 都是包容别人 都应该帮助别人 而这些人 整天地活在世界上 就像偷窃者一样 偷人家的 人家的善良被他偷去了 骗人家的钱财 做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般学博的人 有的人嘴巴讲得很好 经验得很好 把佛学讲得头头是道 那师父跟他说了 这种人就叫口头佛呀 嘴巴很会讲佛呀 口头说佛呀 所以很多的禅语 你要落实到行动上 师父跟大家讲了很多的禅语 禅定的语言 很多人理性上知道 但是就是落实不到他自己的行为上 懂道理了 讲了一套套的 学识很高了 理论高了 你有没有信中相知 就是在本性当中 你能真正理解他吗 不是表面的理解 而是本性当中的理解他 叫信中相知 在理性上知道 还不够 要你的本性上知道 真正的了解他 所以学了佛之后 知音懂果 明白什么事情 能够懂得 不要让自己生气 生气的时候 就是夜报到来 所以很多人整天夜报 为什么 一生气 整个身体不平衡 免疫系统 受到损害和伤害 然后 自己还觉得自己有道理 拼命地哭啊 叫啊 闹啊 等慢慢地时间长了 他就夜报产生了 还有很多人 说得头头是道 哎呀 我放下了 我怎么怎么 你看看他 不肯承认自己 缺点错误的 只是口头上讲理论 说有一个老和尚 碰到一个小和尚 特别会讲 讲啊 讲啊 讲了很多佛理 结果这个老和尚 没跟他讲话 突然之间 打了他一下 拿一个 戒齿 打了他头一下 很痛 结果 那个小和尚 马上 哎哟 师父你打我干嘛 结果 这个师父说 哎 你不是说空了吗 你不是说 你什么都空了吗 劝人家容易啊 你真的空的话 你应该连这个感觉都没有啊 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的空的当中 在悟空当中 在开悟当中 所以信中相知啊 用中相悖 就是本性当中 你对佛性 你都能够相知相懂 就是理解他 知道他 用的时候呢 在用中呢 又相悖 又相违背 所以一到有作用的时候 到自己真正要学佛 要拿出这种佛理来改变自己的时候呢 完全不能用 讲起话来满口佛言 有的人一脸看上去 坐在边上 一脸佛气 一身的佛像 一看见人 双手合掌 一开口满口的佛话 让人家感觉到他 比真佛好像还要真 你等到他 看看他真的修不修 一碰到自己切身的利益的时候 他是信中相知 用中就相悖 所以佛说 得圆明觉 无声灭信 未应地行 这就是告诉我们 你要得圆明觉呀 圆明觉是什么 圆就是原始的 心明 就是心里的觉悟 本性当中的觉悟 叫圆明觉 他是无声灭信 未应地行 无声灭信 也就是说 他根本没有生出来 要去灭度的心 因为他不生心 他无声法人 他没有任何的杂念的心地生出来 他要去灭他干嘛 这种就叫圆成果地的修正 用现在的话讲 一个小孩子还没有学坏之前 你跟他讲什么 他就接受 他就是一种无声灭信 的应地行 还有一种呢 当你知道嫉妒别人了 当你知道怎么样要克制 我要忍耐了 我要忍辱心的 实际上 你已经经过了很多 非忍辱的时候 你已经经过了 很多的人间的杂念 在克制 在改变 这个和最始的圆明觉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菩萨让我们要懂得 不管你学博学什么 要用你原始的本性当中的 因地心来修 那么很多人说 我已经污染了 怎么办 所以要叫你跳出呀 跳出业报呀 所以叫你不要命着呀 叫你重新做人呢 这是佛陀经传给我们的 在密宗啊 在显宗里面呢 任何的宗教啊 我们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啊 就是这个世界上 佛法的本师 是释迦牟尼佛 我举这个例子 大家知道吗 就是你不管学什么佛 你不管什么宗派 我们的本师 就是释迦牟尼佛 那么你今天 在这个世界上活的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你们内心的原明觉 就是你们的本性 你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坏人 好人 自私的人 或者不自私的人 你都拥有的原明觉 就是你拥有的原始善良的觉悟 和你原始善良的本性 时间关系呢 我们下次再继续谈 好吧 今天呢 因为这个五拙的 这个最后的命拙呢 我们话开讲了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呢 最后呢 讲一个故事 相传呢 有一个比丘 他是舍未成的人 他曾经呢 听闻佛陀说法 而出家 但是他有一个 非常不好的习惯 他就是非常怕死 而且他不管是白天晚上 只要听见外面的风声啊 那些鸟兽啊 那些怪物啊 这种叫的声音 或者他看见一种枯木 在摇动 在摇颤 就会感到 哎哟 要死了 死亡的危险 感觉到算了 问题他知道了 感觉了之后啊 他有一个不好习惯 他就叫 救命啊 到处奔跑 到处喊 那么 他不曾想到 他就是没有想过 他自己终有一天 会死的 如果他知道 他自己 终有一天也会死 他可能就不怕死 因为他从来没有 想过要死 他没有计划过 我在人生 活多少年 我将要做些什么 我在这个最后的 多少年当中 我要做出 什么样 能够离苦得乐的 操作 六道的事情 他都没有想过 他就是怕死 他怕死的心里呢 被所有的 比丘呢 全部都知道 有一天呢 比丘们呢 在法堂上呢 就 谈论他 有人说 哎 你知道吗 听说他十分怕死啊 他整天呢 被死所威胁啊 他心里啊 很痛苦啊 有一个法师 就说 哎 做比丘的人嘛 应该确信自己 肯定会死的嘛 要自己观想啊 能够理解死 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大家都在讲的时候呢 哎 佛陀进来了 佛陀进来 看了他们一眼 就问道 你们聚集在这里 说些什么 比丘们马上就答道 嗯 嗯 佛陀 是关于 怕死比丘的事情 佛陀就把那个比丘 叫来问道 听说你 很怕死啊 真的吗 是的 佛陀 我非常怕死 于是佛陀 转向大家说道 啊 众比丘 大家 不要 讥笑他 不满意 与他 他 所以非常 怕死 并不是 没有 缘由的 那是因为 他前生 曾有过 如此的 遭遇 因为佛陀 非常喜欢 讲因果 就说起一段 过去 他的因果 来 佛陀说 从前 有一个国王 当他执政的时候 曾经呢 将御用的 宝像 就一头大象 交给 私象人 就是 私养大象的人 叫他呢 教这个大象呢 不动树的训练 就站在那里 不要动 因为大象很喜欢动的 你看他的脚 总是走来走去 于是呢 这个私象人呢 这个私象大象的 训向人 他就把象啊 吊在了木桩上面 使这头象呢 不能共弹 然后呢 他就用各种各样的 竹枪啊 把四周围绕起来 因为他一逃的话 那些竹枪 就会刺伤 这个象 他就开始 不动树的训练 那么这头大象呢 忍不住 受训练的苦 他凭借着他 宽大的身材 毁了那些木桩 就踩扁了 面上围住他那些 木桩啊 冲开人群 崩路深山去了 人们追啊 象跑了 追啊追啊 追到山上 追不回来了 因为他跑得很快 只好放弃回来了 象到了山中之后呢 他非常的孤独 他就怕被绑起来猝死 他因为脑子里 还是那种被绑起来的感觉 他听到风声 他就会非常的 金颤着 怕死 拼命地逃来逃去 好像呢 仍然被绑在木桩上一样 受到不动树的训练一样 就是要打他了 要把他捆起来 就这样 这头象 身心失去了安全感 老是颤抖地在徘徊 在深山当中的 这个树绳啊 过去说 深山当中啊 树有树绳的了 他看了象的失常 这个树绳啊 就在树林当中啊 唱起歌来 这个微弱的树草啊 在裂风中啊 摇曳 他却视若常事 像啊像啊 你若为此而恐惧 无疑地将自我消损而死去 这是树绳 给那头象唱 树绳就这样 激励失常的狂象 就是唱给他听 让他要稳住 再这样下去 你会死掉的 因此这个象 后来慢慢地减少了恐惧 但是呢 在他的潜意识的心里呢 还是继续有恐惧在起作用 那么那个时候的狂象呢 佛陀说 就是这个比丘 他非常的怕死 并不能救不死 所以佛陀告诉大家 我们没有学校 我们没有钱 我们没有衣服 一切是到了人间 从无有到有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真正的解脱 是内心的解脱 因为你所有的从无有到有的那些物质 或者人 都会随着你的生命而消失 你只有在心中解脱 这个世界才会整个变样 但是我们人的毛病 往往都想改变世界 希望世界随着自己的心意变 但是师父告诉你们 谁都能决定自己 不能改变世界 所以最好改变的方法 就是改变自己 所以不管最终有没有名誉地位 有没有钱财 因为我们失去了过去和现在 我们还没有到达未来 我们还在六道中轮回 只是一时感觉自我的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金刚经说的 如梦幻泡影一刹那 所以用观世音菩萨的净瓶水 来洗地我们的内心的 肮脏的灵魂 所以才最终让我们会领悟 无事无心是自然 无事无非是智力呀 好 今天跟大家白话佛法 就说到这里 好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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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